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你看我剛剛又念錯了米孝菌酸 因為我不是衛福部長 我念錯 因為那個真的不好念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現在就要看看是不是那個 我跟大家講80%不是那個 為什麼不是那個 現在相關單位很緊張 都在調查 對外是封口的 我先來看到在這裡 解剖追讀 到底有沒有人下毒 先三風暴 第一個就是不是米孝菌酸 第二個邱國鎮的兒子買春嗎 馬英九的台灣中國論被罵翻了 第三個衛福部空窗兩天嗎 台北市也空窗兩天嗎 台治光恐嚇警察公文曝光 那我先跟大家講的 在這裡先來看一下 今天9點半的解剖 9點半的解剖 包括了39歲的呂姓男子 66歲的楊姓死者 今天在板橋殯儀館解剖 很奇怪的 就是他們的眼部跟居體 都是有這樣子一個 腫脹的這個狀況 那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不是米孝菌酸 因為現在大家懷疑說 為什麼其他的分店都沒事 如果你說他這個果條 放在高溫沒有處理好會這樣 其他店怎麼都沒有事 所以呢另外一個就是 ptd的網友有說 果條它是不用發酵 它不是發酵製作的 所以它不太可能有活菌 而且你要形成這個米孝菌酸 你要有30幾度的 含水含油的環境 你才能夠讓米孝菌酸 大量的防止 那所以不是的話 大家說在哪裡 不就說 是不是那個醬油 炒成這樣黑色 是不是醬油造成的 那個油油問題 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是劇毒 這個劇毒會弄到 大家懷疑你是米孝菌酸 它的劇毒是相當於 劈霜的20倍 所以這裡面就是 為什麼包括了店長 包括了廚師 包括了店員 全部都在剛剛被限制出境 那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現場 就是女性男子 我們說他是很優秀 而且是投資天才 他的新婚妻子 首次現身 而且說話 他說3月24號丈夫死亡 立刻報案 要求檢察官相宴 他要為丈夫討回公道 而且在這裡 他對於第一時刻的三重醫院 對於馬街醫院 他都說他要保留 他應該要追究責任 他認為他們一開始 並不知道這個問題 有這麼的嚴重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衛福部昨天晚上6點鐘 第一次召開了 跨部會的專家會議 這裡面參加的人都很專業 包括了台大副校長 張涮淳在內 有將近20個人 那大概8點多的時候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開記者會說 米孝菌酸可能性蠻大 但是不排除人為的農藥 或重金屬 可是呢 為什麼要下個禮拜再驗 我跟大家講 這就是所謂的太慢 中央太慢 地方也太慢 你不知道民眾是多麼的著急 我今天想知道 如果不是這個裹條問題 其他問題我們也要知道啊 你可以看到衛福部 薛日元 他是說 我們是26號開始查 因為呢 雖然他有還原這個情形 我等一下還原 可是他在這個立法院 就被民進黨的立委 也就是林淑分批說 你知道嗎 66歲的陽性宣稱 如果不是新聞出來 大家都以為他是 懦罵病毒太輕忽了 然後今天剛好行政院會 王碧勝就到行政院會報告 他說24號食藥署 署長是吳秀梅嘛 他接到台北跟新北的通知 然後26號早上11點媒體報導 然後又收到台北市有通報三例 他們在當天26號有找毒物專家 晚上有通報法務部 27號就是昨天有專案會議 可是24到26號之間呢 他說中央也是在關注 什麼叫關注 就是24到26號我關注你 我眼睛關注你 你關注我你不做事幹嘛呢 這24號人已經死了 然後衛福部就說 也不能怪地方啦 他也沒有告訴我啦 反正我們就26號開始